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道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箴言十三章十三节 所罗门说 藐视训言的四曲灭亡 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 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 他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 如同银子在尼鲁中练过七次 要存敬畏的心来领受 林肯总统 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 我阅读圣经获益良多 尽你所能地去理解这本书里的一切 其他的就用信心去接受 你有生之年 即至死时 都会成为更好的人 把信心和盼望都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稳固的根基和生命的泉源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个别影响 我们思想 个别影响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腓立门书 十二到二十二节 新约圣经 腓立门书 十二到二十二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天语诗班所带来的福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福良 他们必胜生的土 几颗不义的人 有福良 他们必得宝足 内心情节里 看见上帝 是任何目的 他人的福良 他人的福良 为你守护的 应当欢喜 他们的生子 大地无比 水心的人 有福良 天我是他们的 爱同的人 爱同的人 有福良 他们必得安慰 他人的福 温柔的人 温柔的人 有福良 他们必成熟的土 其可不义 其可不义的人 他们的福良 他们的生命 有福良 有福良 永远有福 腓力门书第十二节到二十二节 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 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 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 替你伺候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愿意这样行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 乃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兄弟 在我实在是如此 何况在你呢 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 是按主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我并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兄弟啊 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的快乐 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 我写信给你 深信你必顺服 直到你所要行的 必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 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 借着你们的祷告 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腓立门书十二到二十二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第十六节 腓立门书十六节 经文说道 不再是奴仆 乃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兄弟 腓立门书十六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腓立门书十六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不再是奴仆 乃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兄弟 腓立门书十六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个别影响 约翰乌尔曼 是一位贵格会的巡回报道家 1720年生于美国的纽泽西州 从小有坚定的信仰 非常同情 黑奴的遭遇 在当时 大部分美洲殖民地的人 都认为贫穷 是任何肤色 及每个社会 必然存在的不幸 但乌尔曼 却不这么认为 他坚信奴隶的存在 是违反神旨意的 可是在那个 需要大量廉价劳力的年代 要劝人放弃蓄奴 谈何容易呢 经过乌尔曼不懈的努力 果真劝服了许多 贵格会的会友 解放奴隶 在他在美国各地 巡回报道的年间 只有有人愿意听 他就排出万难 推广他的理念 他挨家挨户 诸一劝说 问那些蓄奴的家庭 作为一个 有道德的人 拥有奴隶 是什么意思 使别人的孩子 成为奴隶 又是什么意思 经过乌尔曼不懈的努力 1770年 美国贵格会 再没有一个会友 拥有奴隶 他成功地 使贵格会成为第一个 废除奴隶的团体 一个人从来没有失败 直到他放弃 米饭未养 长身高 旷野玛纳 长内涵 日日生活 需要饭食 鼠林生命 需要天降玛纳 旷野玛纳 天天陪伴你 鼠林生命的成长 今天我们思想 个别影响 这个题目 约翰·乌尔曼 是美国一位很有侧隐之心 出生于贵格会的巡回报道家 以倡导废除奴隶制度文明 我们晓得 奴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但各路西书三章十一节 保罗说 在此并不分 西列尼人 犹太人 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的 化外人 西谷提人 为奴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 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内 什么是西谷提人呢 就是未开化的人里边 最野蛮 最落后的一种人 即便一个人文化不高 保罗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一个最没有文化 自然看来最低等 最落后的民族的人 他信的主 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人 跟你我并没有分别 他一样是 托去救人 穿上新人 基督是他的生命 在主里 不分彼此 腓立门书 是保罗书信里边 最短的一卷 也是保罗 他的书信里边 唯一一封写给 私人的书信 这样简短的一封书信 信里面既没有谈教义 也没有谈神学 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却被收纳在 新约圣经的正典里 成为新约圣经里的一部分 何以如此 因为这封书信 述说了神 在基督里 恩典的可贵 神对我们的饶恕和接纳 对我们的爱和尊重 主不倾看一个逃走的奴隶 阿尼西姆 接着保罗挽回他 使用他 神都不偏待人 我们又怎能 践踏他人的尊严 不把人当作人来尊重 看待呢 在基督的肢体中 没有哪个种族 国家或社会阶级 是比较优越的 见着十字架 基督已经使我们合而为一 我们应该以诚实尊重 以及爱心 来彼此相待 学习谦让 约翰·魏斯里 讲过这么一句名言 他说 我发觉很难可以对一个 我所深爱的人 产生偏见 除非 我的爱心 正在消失 当你亲看一个人 对他有偏见 那是因为你不爱他 约翰说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 没有看见的神 你连看得见的弟兄 都不爱 怎能爱 没有看见的神呢 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 约翰说 爱神的 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 所说的命令 约翰·吴尔曼 就是这样一个 富有爱心的人 1720年 他生于美国的 纽泽西州 从小对基督 具有坚定的信仰 少年时 曾学习裁缝 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店铺 牵营 不匹杂货 当他发现 自己的生意扩展太快 让他的灵命 开始贫穷的时候 就依然放弃经营 宁愿只做个普通裁缝 赚一点钱 维持生活 过着简朴生活 他劝勉同为贵格会的会友 当仰望神 只依靠自己的劳动 过简单的生活 朴素节俭 顺从真智会所引导的道路 不要追求外表上的欢乐和成就 他很同情新大陆移民中的穷困者 同情被愚弄 被欺诈的印第安人 附带一提 11683年6月23号 贵格会领袖 宾夕法尼亚州殖民地总督 彭威廉 曾主动和殖民地的印第安土著 签署和平条约 彭威廉的父亲去世时 留给他一笔可观的遗产 包括英王查理 所寄信的16000英镑 彭威廉愿意免出英王7000的债务 用来换得美洲殖民地的一块土地 英王当然很高兴 就把德拉瓦河西边一块土地 给了彭威廉 要他命名为宾夕法尼亚 意思就是彭家的森林 彭威廉就带着很多贵格会的会友 移民到美洲新大陆 临走前英王查理还跟他开玩笑说 小心啊 那里的印第安人可能会把你吃掉哦 彭威廉对查理说 国王 我打算向他们购地 相信他们很愿意跟我做交易 而不会吃掉我的 英王听了感到很惊讶 什么 为什么跟他们购地 整个新大陆不都是我的吗 彭威廉说 当然不是 英王查理很不以为然地说 新大陆不是咱们英国人发现的吗 作为英国国王 我难道没有权利吗 彭威廉这时讲了一句公道话 他说 啊 查理 我的朋友 你想 假如于传印第安人渡海而来 并发现了英国 难道英国就是他们的吗 所以彭威廉 是跟印第安人买地 他的地 是跟他们签约得来的 作为贵阁会的领袖 以后彭威廉虽然去世多年 贵阁会的会友和印第安人 还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同为贵阁会的会友 乌尔曼认为 如果信仰没有促使他 去关心人类受压迫的事情 那是假信仰 英国文学家金斯黎说 我不要只拥有一个信仰 我要一个能支配我的信仰 当时 乌尔曼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向印第安人传福音 带领他们信主 但他发现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黑奴的问题 在当时大部分美洲殖民地的人都认为 贫穷是任何肤色 及每个社会必然存在的不幸 乌尔曼不这么认为 他坚信奴隶的存在 是违反神旨意的 既然基督为这些奴隶死亡 人们还这样对待他们 不把他们当人看 将来必在全能者面前 要受审判 曾有一段时间 他亲身用自己的五官 体验过奴隶生活的滋味 因而非常同情黑奴的遭遇 迫切地想要帮助他们 巴克莱博士说 全心全意担起他人的忧患 是基督徒生活的荣光 及特有的权利 现在问题来了 贵格会会友中 既有很多蓄奴的 这种现象 使得乌尔曼非常忧伤 他履行各处 访问蓄奴的会友 信上劝勉警告的责任 他告诉这些家里 蓄有奴隶的会友 他们把一个活生生的人 当作私人财产 是不公义的 他的论点很简单 你是人 奴隶也是人 拥有奴隶 会给你带来什么 你曾向你的孩子发誓过 要遵行怎样的道德原则呢 做一个自称有道的人 拥有奴隶是什么意思 你爱你的孩子 奴隶也是他人的孩子 就这样 他默默地四处宣扬 废土的观念 并且以实际行动 支持废奴 据说有一次 沃尔曼在教会讲完一篇 反对蓄奴 以及奴隶制度的信息之后 有位会友邀请他 到家里做客 共进晚餐 沃尔曼进到会友家里 见会友家 有黑人站在两旁 就上前询问他们的身份 当得知 他们是奴隶的时候 他当下就安静地起身 不发一言就离开了 沃尔曼一走 客人走了 主人就相当尴尬 他的举动 给着会友带来不小的震撼 隔天一早 家主就让所有的奴隶 给释放了 让他们自由 他不是强烈地批判或责难 而是诚恳地一家一家劝说 把真理向会友们臣民 所谓 去沙成塔 滴水穿石 不要小看个别影响 以及欺而不舍的努力 带来的果效 透过沃尔曼不懈地努力 许多贵个会会友 他们的态度开始改变 不再蓄奴 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 沃尔曼用他的双脚 周游各处 不断地劝说 最后 来到东海岸 向最后一位 拥有奴隶的贵个会会友 展开游说 说服对方 释放他们的奴隶 那人答应了 结果 南北战争前一百年 贵个会已经率先停止去奴 当然后来美国还是因为 废除奴隶 引起南北战争 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因此有人感叹 当年如果有五六十个 像沃尔曼这样尾身的基督徒 愿意穿梭各处 不断地劝说 美国就能够避免这场内战 南北战争 是美国付出六十万人死伤的代价 并在一百年之后 还衍生出很多社会问题来 1789年5月12号 英国的基督徒国会议员 威博福斯首次在英国议会 为废除奴隶买卖制度发声 为了废除奴隶买卖 威博福斯在英国国会热心奔走 受到种种压力 被人警告 被人恐吓 被人嘲笑 有时候灰心到一个地步 想要放弃 干脆离开政坛 去传福音算了 当时 也同时基督徒的首相皮特 劝他留在国会 说 信仰的原则和实践 不该只停留在灵修 而要起来行动 就勉励他 不要被人拒绝就回心 写《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 约翰牛顿 原来是奴隶贩子 悔改归正以后 也开始呼吁 废除奴隶买卖 他劝威博福斯 不可退出政坛 而要尽忠职守 同时坚定自己的信仰 经过20年 欺而不舍的努力 英国国会终于在 18017年3月25号 通过法案 正式停止 大英帝国 从非洲到西印度的奴隶买卖 通过了禁止贩卖奴隶的法案 所以不要轻看个人坚持理念 欺而不舍奔走努力 带来了影响 事实上 一件对的事情 若能坚持到底 又能保持乐观的胸怀 几乎可以无事不成 无远伏见 所以欺而不舍 金时可漏 金城所至 金时为开 当你对应该做的事情 欺而不舍 对不该做的事情 绝不妥协 就能让人看见希望 17世纪英国著名的牧师 巴克斯特 把教区里所有的家庭 编列成一张名单 每周平均探访 14到15个家庭 他督促自己 至少每家每年必须探访一次 因为他爱主的羊 要知道群羊的情况 有时 他跟会友半小时的谈话 胜过十年讲他的教导 这样欺而不舍的关怀督促 教导会友 修舍着他所牧养的教区会友 在真道上大得长进 品性也跟着改变 一个本来是品格败坏 人们以为最没有希望的地区 竟然成了不能隐藏 全英国最优秀的模范教区 今天我们是否看中 竹家的工作 是否肯为自己所坚持的理念 挨家挨户的主义劝说 主耶稣曾经走遍各城各乡 我们又岂能嫌懒呢 乌尔曼逐户劝说 巴克斯特牧师逐家探访 他们那切而不舍的精神 就让社会起了变化 保罗在监狱里 写信给菲利门 劝他行合一的事 愿主加提我们智慧和能力 使我们知道如何行 能讨他的喜悦 并且积极地起来行动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主你爱的光辉 祝你爱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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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仰望你的柔面 人容了解着我们展现 生命更新天天不断改变 愿你真理容美让人看见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帮助我们一旦清楚知道 知人你所显明的真理 是众人当行的 就毫不迟疑地全力以赴 因为人生不是一场梦幻 而是严肃的责任 将来我们要在你面前交账 要把自己的事向你说明 沃尔曼畏罪忧伤 寻寻善诱 为人柔和谦逊 充满友爱 在当代活出了你的样式 在解放奴隶的事上 取得精人的成就 更实践地经上爱灵舍的教导 帮助我们延伸听到舍的感动 使我们做个有影响力的人 不叫我们做失了味的言 成了放在斗底下的光 而让人们能看见 我们恒心唯一的努力 求助赐我们勇气信心 不如单顾自己的事 而甘愿献上自己 做义的器具 让你使用 切实看顾 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愿我们都能拥有 你所喜悦的 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 做真以色列人 活在你面前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拿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福给您 祝福福给您